本期节目呢 咱们来聊聊 胡文海岸 这两年呢 在咱们大案即时节目下边的评论呢 私信里边啊 不下200条啊 跟我说 我想听胡文海岸 行 那就满足大家 2001年10月26号 山西省晋中市 于此区乌金山镇大域口村的村民胡文海 他呢 枪杀14人 枪伤3人 就制造了这场震惊全国的续案 这么多年以来啊 对于胡文海岸 各种各样的解读啊 各种各样版本的故事有很多 有添油加醋的 有刻意删减一些 关键内容 关键环节的 这都是为了呀 让故事情节更精彩啊 但是我们节目呢 还是要坚持事实 我们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当时做出的刑事裁定书 为大家重新梳理一遍 很多文章啊 视频呢 很乱 让人看的是一头雾水 所以呢 咱们是从头到尾的 为您梳理一遍 这事儿是发生在山西省晋中市 提晋中啊 您可能不熟悉啊 但如果提乔家大院 平遥古城 您绝对知道 平遥古城 那个平遥县 就是晋中市的下辖县 晋中市呢 它的这种历史文化 是从商代开始就有记载的 也是晋文化和晋商文化的发源地 过去人们一提山西 最出名的是什么呀 不是石窟啊 不是乔家大院 不是平遥古城 而是煤矿 煤老板 我记得我小时候 家住平房啊 一到冬天的得烧煤 那时候啊 县城里边也好多卖煤的 那个煤厂 就分两种 一种叫羊泉煤 一种叫大铜块 我小时候就老纳闷 我说这大铜块 它也不是铜的 黑乎乎的 它不就是煤吗 后来才知道 感情是羊泉产的煤和大铜产的煤 这都是山西出来的 大伙对山西煤老板的印象就是土豪 有钱 爆发户 山西在当年确实各种各样的煤矿很多 有大煤矿 更多的是一些小煤矿 胡文海呢 就生活在这儿 尽忠于刺 乌金山镇 大鱼口村 村民们呢 对他评价就俩字 什么呀 愣人 愣头愣脑 那个愣 说了 别说你对他不满 哪怕你没招惹着他 他就看你不顺眼 都得出手教训一下子 还有的村民说 说胡文海这人呢 性子不好 点火就着 掘得跟头驴似的 胡文海呢 一直生活在这儿 28岁的时候 顶替他父亲 到山西地矿局第三水文队当了工人 这也算是有工家身份了啊 当时同事们呢 也都处的 就说这胡文海 脾气不好 心胸也小 但凡有点事吧 耿耿于怀 大伙呢 也不敢惹他 果然 这个脾气 还是闯了祸了 没几年 就因为打架斗殴 让人把他给开除了 这口官饭呢 也算是彻底吃不上了 被开除之后呢 去哪啊 还能去哪啊 回家呗 又回到了大狱口村 别看胡文海这人脾气不好 但是生意头脑啊 还真不错 1988年的时候 他呢 就承包了大狱口村的旧坑煤矿 当时的村之书啊 叫胡根生 胡文海跟胡根生呢 关系特别好 称兄道弟的啊 也正是在胡根生的帮助之下 胡文海这才顺利的承包下来这个煤矿 当然了 你得给胡根生好处 人家是占股份的 本来一开始啊 定的是承包三年 最后呢 还白白的多出来两年 实际上是五年 你看咱们总说 再好的朋友 再好的兄弟 共患难 这不难 难的是什么呀 同富贵 就有难同当 这事儿大部分人都可以 可是 有福同享 没几个人做得到 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时候 大伙拧成一股绳 指哪打哪 干点什么都行 这没问题啊 赚钱了 问题就来了 包括咱们看好多的大企业 你看都会有创始人 合伙人 说这企业没成的时候啊 都好着呢 都是吊在一块啊 想着法的 怎么让咱这事业成功 怎么让咱这前途更光明 大伙各尽其之 可看这些大企业 一旦上市了啊 做大了 甚至 叮得浪当浪当仓啊 去这个纳斯达克 在那敲大钟去了 这些合伙人呢 基本上就分道扬镳了 胡文海跟胡根生 也一样 这煤矿啊 还真赚钱 还赚了不少钱 可钱赚上来 谁分多点 谁分少点 谁活干的多 谁活干的少 大伙这心里啊 就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嘴上不说 可这心里记着 往往是日子越长 矛盾越深 胡根生呢 对胡文海啊 就有所不满 更别提胡文海 本身心胸 就不是特别宽广的 那他对胡根生 更是有意见 他把这些 就都记心里了 胡文海这人呢 确实是比较崇尚暴力啊 比如说1990年的时候 他在于次进中生产资料公司 就买了一条双管猎枪 一直就藏在自己家里边 后来公安机关呢 开展大规模的制暴机枪运动 胡文海把这枪藏得可隐蔽了 最后呢 也没搜出来 他自己啊 也不愿意交出来 心里就盘算着 万一哪天用上呢 没想到 十年之后 还真用上了 1991年的时候 这时候的胡文海 可以说是挣了大钱了 挣了多少 30多万 现在大伙一听30多万 也就那样吧 不算少 但也不能说天文数字 可是30万 在1991年是什么概念 我呢找了一些资料啊 给大伙做个对比 1991年 国家公开发布的数字显示 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 是935块钱 不是月薪 是年薪 一年 900多块钱 哪怕在外资企业 那时候挣的多 也就是1000出头 咱们别算935 就按1000算 30万是多少 是300年的工资 除了工资 咱们呢 再拿房价做一个对比 1991年的时候 国务院要求24个省份 进行房改 1991年 上海市啊 在这个报纸上就刊出了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讨论稿 定下来的上海市中心市区的房价是多少呢 每平米250块钱 30万能买多大 现在能值多少钱 您自个算去吧 当然了 也是从1991年房改开始 全国的房价是打着滚的往上翻 后来胡文海啊 也在于次的华聚小区买了房子 当时这可以说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商品房啊 你看多有经济头脑 除了这个更有经济头脑的在后边呢 1992年拿着钱干嘛去了 去太原炒股 1990年 咱们国家才试点公开发行股票 深交所上交所 这才正式成立 1992年 那时候 全国绝大部分老百姓还不知道股票是什么的时候 人就去炒股去了 果不其然 这回啊 又赚了大钱了 赚了好几十万 1995年 他又回到于次 可以说是一锦还乡啊 可是啊 好景不长 大伙都知道炒股有亏有赚 从1995年开始 胡文海是只亏不赚 别看钱多好几十万 没用多长时间这钱就都没了 再加上他女儿身体不好 生病了 肺炎 那时候肺炎还挺严重的病呢 他跟妻子生活上的矛盾呢 也越来越多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哪哪都不顺 胡文海心里也感觉憋屈 我这是怎么了 并且 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呀 最缺的是钱 我还没有挣钱门路 这可怎么办 日子怎么过 得 我第一桶金不是包煤矿赚的吗 我接着包煤矿去吧 1998年的时候 那旧坑煤矿上一个承包期 就到期了 可这回啊 这煤矿承包也改革了 不是由村干部说了算了 而是公开的招标 看谁出价高 谁就能拿到这个承包权 这时候胡文海呢 也交了三万块钱的报名费 参与招标 可真到叫价的时候啊 他没有人家出价高 胡文海就坚持什么呢 我就得按照前几年我承包的那个价格 接着承包 不过呀 我还没现钱 呃 这个费用呢 就用我的房产跟股票做抵押 这事既然是公开招标 那一定是价高者得呀 啊 你不能说我都看上这根胡萝卜了 我出一百 我出三毛 好 成交三毛卖给你了 这不有毛病吗 这个 所以胡文海就没包成 最后承包下来的那人呢 也跟胡跟生呢 是分股份的 胡跟生在里边也占股 也得力 这时候胡文海甭提多气了 他就琢磨着 肯定是胡跟生不让我包的 是他从中阻拦的 于是 这对旧日的好友 算是反目成仇 胡文海在心里啊 就恨上了胡跟生了 虽然是你看我不爽 我看你不顺眼 但日子呢 还是一天天的过 真遇上碰上了 有什么事了 表面上啊 还得是和和气气的 这用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来说 这算是他们之间 保持着一种平衡吧 可这种平衡在1999年被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就给打破了 1999年的这起事件也成为了2001年血案的直接导火索 那么1999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本期节目继续讲述胡文海案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因为承包煤矿的事 胡文海和胡跟生呢 算是反目成仇了 不过俩人也不至于说一见面就红眼就打架啊 不至于 反正就面和心不合的状态 一直持续了这么一两年 直到1999年6月19号 这一天晚上9点 胡文海呢 在自己家里边的果园呢 在那交地 农村嘛 自己家的地旁边肯定就是别人家的地 就在他家地旁边 有兄弟俩正在干活呢 一个叫高颜苏 一个叫高颜堂 哎呦 这兄弟俩 悄悄的 就朝着胡文海啊 包抄过来了 胡文海呢 也没留意 还没反应过来呢 兄弟俩手里的铁锹 啊唰就扇过来了 当时啊 胡文海的脑袋上就挨了两铁锹 大伙琢磨琢磨 平时脑袋撞在门框上 还疼半天呢 这家伙铁锹呼声 得多疼啊 顿时是血流如注 血呼啦就出来了 等到第三敲劈过来的时候 胡文海本能的就用胳膊呀 去挡了一下 手臂上呢 就豁开了一道大口子 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尤其是脑袋遇到致命攻击的时候 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抬胳膊去挡 这是求生的本能 可是人事兄弟俩 你胡文海脑袋上又挨了两铁锹了 你就挡着一下又能怎么样 你还能挡住第二下第三下吗 胡文海眼瞅着就扛不过去了 这时候真是生死一线之间呢 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口 胡文海的弟弟胡青海 正好赶过来 打远一看 哎呦 怎么回事啊 打我哥 上去 跟胡文海一起 就跟高家两兄弟啊 就对打起来了 胡青海呢 这算是救下了胡文海的一条性命 随后把胡文海就送到了医院 要说起来啊 挨的这几下 真是不轻 连脑袋带胳膊 身上的伤口一共缝了23针 得亏没有生命危险 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按理说遇上这么大的事了 自个的命都差点交代在那 你不得报警啊 不得让公安机关好好的 惩治这高市兄弟啊 可是胡文海啊 就是不报警 为什么呢 胡文海说了 因为没有第三方见证 公安机关很可能以交地引发纠纷为理由 那么对这件事情就会处理的比较轻 那教育他们几句 罚点钱 大不了最后拘留几天就出来了 门都没有啊 胡文海没报案 隐忍下来了 这时候胡文海就开始琢磨着 这高家哥俩 为什么打我呀 我平时在村里是豪狠惯的 平时都是人们怕我 我打别人 这哥俩见了我 恨不得都躲远着走 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这高家兄弟呢 是十几年以前 从河北迁移到大禹口村的普通农民 跟胡文海家呀 是前无仇后无怨的 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什么矛盾也没有 事情发生的当晚 胡文海这边交地呢 高家兄弟那边干活呢 半句口角也没发生 甚至都没怎么说话呀 高家兄弟为什么突然包抄过来 就打他呢 啊并且这是朝死里打呀 胡文海想 肯定是背后有人指使 他们呢 这是想杀人灭口 后来呢 确实也有蹊跷的事发生 所以这胡文海 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怎么回事呢 当天晚上 这高家兄弟 全家四口人连夜搬离大禹口村 走了 去哪儿 不知道 不回来了 这要不是背后有事 他们会莫名其妙的打自己 并且豁出去了自己住了十几年的家 啊 出去流落他乡去了 怎么可能呢 更蹊跷的是什么呀 胡文海 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 胡根生 就到他家来了 这时候胡根生啊 已经不是知书了 只能算是 前知书 这时候的知书是谁呢 叫李立生 这李立生啊 是高家兄弟里边那高颜堂的姐夫 他跟胡文海说了 文海啊 李立生呢 让我过来 来做说和工作 那么胡根生 说和什么事呢 正是高家兄弟 袭击他的事 胡根生啊 也没藏着掖着 直截了当的就说 那个 李立生说了 缝一针 给你一千块钱 一共不是缝了二十三针吗 给你两万三千块钱 这事 就过去了 胡文海当时就说了 我跟李生关系不错 我不能要他的钱 再者说了 这事啊 跟李生呢 也没什么关系 我凭啥要他的钱呢 啊 胡根生也不知道这话 该怎么回答 是啊 自个儿琢磨琢磨 也是这么回事啊 莫名其妙过来啊 就给人家钱 你是心虚啊 你还是怎么着呀 胡根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自己就走了 他一走啊 胡文海又开始琢磨 是琢磨来琢磨 我去 这时候脑袋里边是灵光夜闪 哎 对了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不是别人呐啊 就是李立生 胡根生 还有刘海生这些掌握权力 从大浴口煤矿得利的这帮家伙 在背后指使着高家哥俩 加害于我 他们这是想灭口啊 那么这仨人的身份呢 胡根生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那是钱之书 是胡文海曾经的好朋友好兄弟 李立生呢 是现任之书 是高颜堂的姐夫 那这刘海生是谁呢 是大浴口村煤矿的矿长 那为什么胡文海如此笃定 就是他们仨人 想要杀他灭口呢 其实啊 在此之前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大浴口村呢 是属于这个乌金山镇 乌金山镇供销公司经理 贾润全 在前一段时间 向反贪局举报 举报什么呢 说大浴口村煤矿 三年时间少报五万吨的产量 偷漏税达到一百万元 少交管理费二十五万元 这贾润全 去告状之前 曾经找胡文海商量过 所以呢 胡文海就成了胡根生等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甚至当时啊 胡根生李立生都说过 说整个大浴口村 没人敢告我 除了他胡文海 贾润全告状之后啊 这个进中市的反贪局 就批了一个文件 是什么呢 递交于次区税务局 稽查处处理 这稽查处啊 去了五六趟太原 因为这个大浴口煤矿的煤呢 是运往太原销售 可是查了这么多趟啊 没查出证据 这事呢 就不了了之了 既然是贾润全告状 那碍着你胡文海 什么事了 你顶多不就是 听了这么两耳朵吗 啊 顶多给他出出主意 好 我支持你 你去吧 加油 我看好你 我么么哒 顶多也就这样啊 知道贾润全告状之后啊 刘海生呢 打过贾润全两拳 别的也就没什么事了 那怎么胡文海 就会被他们往死里折腾 恨不得置之死地呢 针对这个疑问 胡文海自己啊 也解释过 说我这人呢 从小到大就仗义直言 敢作敢为 村里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村民 跟我是和睦相处 有时候我就成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了 胡甘生不说过吗 大狱口除了胡文海敢告我 谁还敢告 所以我就琢磨着 胡甘生一伙人 肯定是认为 是我指使的贾润全告状的 把我除了 就没人敢告状了 咱们之前呢 也知道 胡文海呢 脾气暴躁啊 并且有事啊 他记仇 1999年6月19号 被批伤之后 这胡文海就起了杀心了 剩下的日子呢 就是开始谋划啊 我要玩点大的 他呀 找人买了两张假身份证 就是一旦犯案之后 能够第一时间逃跑 剩下之余枪啊 子弹呢 本来就有 他怎么想的呢 他计划在除夕之夜 大开杀戒 胡文海说了 胡文海说了 等春节晚会一开始 我就干 一个也跑不了 这时候啊 胡根生他们 自己都没想到 胡文海早就憋着 弄死他们的心 可为什么99年 胡文海没有犯下血案 一直拖到01年呢 这是后来 胡文海自己心态上 有了转变了 他也知道啊 杀人的后果 一定是杀人偿命 你得陪着他们一起死 我还有闺女呢 还有儿子呢 我还有家呢 并且他们不是贪污吗 不是腐败吗 我不用自个犯法 去收拾你们 我呀 直接告导你们 把你们送进监狱 他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开始搜寻证据 咱们上期节目就说了 胡文海啊 是个有经济头脑的 他呢 就找到了 1992年到1993年度的村煤矿的工资表 找工资表有什么用啊 因为煤矿呢 实行计价工资 比如说你挖一吨煤 我给你多少钱啊 你运一车煤 我给你多少钱 所以根据这个工资表 就能够推算出来 大概的煤炭产量 这个跟实际的产量差别不会很大 这么一计算 胡文海真是大吃一惊 前前后后这么多年 胡甘生他们呢 大约瘫了 有五百多万 这是胡文海自己的估算 证据在手上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告导他们的问题了 胡文海挨家挨户的跑 一共征集到大玉口村 一百二十一名党员干部和村民的签名 拿着签名信 拿着这些证据 就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举报 既然胡文海已经决定走上举报之路 决定用法律的方式去惩治这些贪官 出自己的一口恶气 那怎么会发生后面的血案呢 在举报过程之中 他又遭遇了怎样的事情呢 本期节目继续讲述胡文海案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胡文海啊 后来决定用法律的方式 把那几个仇家送进监狱 他呢 确实也搜集到了胡甘生他们的罪证 同时又找了村里一百二十多人签连鸣信 带着举报信 带着这些证明材料啊 就开始去上访了 最早找的呢 是乌亲山镇负责纪检的副书记姓崔 崔书记 接过来一看 听胡文海说完情况 就跟他说了 啊 这两天的事比较多啊 过两天再去查 你啊 先回去吧 胡文海就回去了 可是这崔书记啊 一直没查 胡文海一看 哼 这是官官相护 不靠谱 我呀 不去镇上找你们了 我往上级告 于是就从镇 区 市 一直告到了省里 他呢 不光是在纪委系统告 也在公安系统告 告得很全面 两条腿走路 胡文海告状之前呢 之前告过状的贾润权 还却找胡文海了 文海啊 我跟你说 像告状 我有经验 我告诉你两条经验 第一个 你得有足够的时间 你专门去告 你不能捎带着去告 第二个 你得有资金 出去得坐车吃饭 必要的时候 得买点小礼 文海呢 你在村里承包过煤矿 知道的比我多 我说 你可别像我 搞半天 没个结果 结果 那还真是 没有结果 倒是从始至终啊 胡文海啊 对这个省纪委 省公安厅的接待人员 很认可 认为他们呢 态度很热情 办事很迅速 说对他的上方材料 省公安厅迅速批到了 晋中市公安处 公安处一个月之后 批到了于次区公安局 结果公安局 整整压了五个月 反正甭管胡文海 举报到哪 这些材料 最后都被批到两个部门处理 一个是乌坚山镇纪委啊 这也就是崔书记那儿 另一个就是于次区公安局 经侦大队 后来这崔书记啊 都快疯了 你找我送了份材料 后来你去县里告 最后那材料又落我手上了 你去市里告 我收到了第三份材料 你又去省里告啊 我又来份材料 你这材料我看多少遍了 我告诉你 你就是告到中纪委 我呀 也不给你办手续 你也没办法 区公安局 经侦大队的大队长 则跟胡文海说了 哎呀 这个 文孩啊 你看啊 破案呢 这哥们弟兄们 都得忙活着啊 这人吃马嚼的 他都需要成本呢 可我们没有经费啊 胡文海说了 队长 这样 不用你们去筹错经费 我能够把这经费垫覆上 这大队长一听 哎呦 这人怎么这样啊 赶紧又找理由 不光是经费问题啊 你看啊 咱们经侦大队 就这么几个弟兄 平时的工作呀 也很忙 真是腾不出来人手啊 总之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敷衍 就这么着 前前后后 一共八个多月 告状真是把两条腿都快跑折了 一丁点结果都没有 胡文海这时候 对于上访这件事 已经绝望了 他下定决心 要用自己的方式 来结束这一切 在这起血案中呢 还有一个人物 非常的关键 他就是 刘海望 刘海望 小名呢 叫海望子 那五九年 出生的高中文化 在晋中渝次区 北山煤矿 当工人呢 他呀 跟胡文海关系不错啊 同时跟胡根生呢 也很熟 关系也还可以 其实啊 咱们日常生活之中也一样 要说俩人闹矛盾 那么这两个人 共同的朋友 是最尴尬的 你说我跟你多说两句话吧 怕那个不愿意 我跟那个多说两句话吧 我也怕你不高兴 还总得想着 哎呦 我能用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们和好如初呢 刘海望也是这样 他就琢磨着 他们这矛盾越来越深 我作为朋友 嗯 我得好好的劝劝他们 并且我太了解 文孩的脾气了 别哪天他一冲动 出点什么大事 那可就麻烦了 你看老话说的好吗 好的不灵 坏的灵 担心什么 来什么 这一天呢 也就是10月26号 刘海望出面 刘海望出面 给他们调解 白天的时候呢 这刘海望啊 就找到了胡根生 说根生啊 这个我也知道啊 你跟文孩之间呢 有点不对付 大伙 大伙原来都哥们弟兄呢 也不至于 什么事说开了就行了 文孩呢 也摸不下面子 也不好跟你直说 这不让我从中调解一下 说今天晚上呢 你到他家里边 咱们都坐下来 心平气和的聊聊 以后啊 咱们还都是兄弟 胡根生一听 也没多想 正好胡文海 不是在告他们的吗 这要是能把关系缓和下来 让胡文海消停消停 这也挺好 所以呢 当天晚上 胡根生啊 还租了一辆车 接上了刘海望 晚上9点左右 就到了胡文海的家里 刘海望这时候啊 根本不知道 胡文海 有着自己的准备 胡文海呢 下午在果园里 就跟他弟弟胡青海说了 我呀 担心刘海望 被胡根生收买了 晚上呢 你过来一下吧 而其实 胡根生 也有着自己的准备 刘海望的小女儿啊 跟律师说过 说他有一回坐公交车 无意之中呢 听见两个矿工对话 这俩人说 那天晚上 胡根生 让他们也去胡文海家 让他们站在房顶上 拿石头砸胡文海 可是 没砸着 不过刘海望的女儿啊 没记住这两个矿工的相貌 律师呢 也没法进一步求证 就没向法庭提交这个证据 所以这事是真是假 还存有疑问 再说胡根生 他们 一到胡文海家 就失去自由了 胡文海 一下就把胡根生 摁那了 拿出来猎枪 就威胁他 哎呀 说文海 这这干嘛呀 有话好好说呀 你要不想死 你就承认 你在当存干部期间 贪污了煤矿 二百万 胡根生一听 这哪能认的啊 真贪了也不能认的 胡说八道什么的事 什么贪污啊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啊 这样 你给原来煤矿 那个会计理寄打电话 让他过来对质 胡根生呢 哪那么听话呀 还不 不用叫 叫他干什么呀 后来在威胁之下 还是打电话 叫来了李继 等李继来了之后啊 胡文海呢 就让他们交代 第一 何时 何地 由什么人 指使高家兄弟 往死里闹我 闹我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 你们贪污了几百万 每个人名下分了多少 都谁分了 你们给我写个材料 我作为护身符 我放上 你们就不敢杀我了 这样的材料 这等于是自己的罪证啊 这等于是不打成招啊 胡根生和李继 是绝对不会写的 不写 行啊 打呀 立刻遭到了一顿毒打 打他俩的时候啊 刘海望 旁边也是看的急得不行不行的 上街就劝 哎呀 文海 清海 别打了 可拦不住啊 后来呢 他就劝李继 哎 我说李继啊 不行 你 你就给他瞎讲点 你先混过今天去 啊 咱保住命再说呀 可李继呢 也是肘脾气 也不听 当时现场啊 这就乱作一团了 胡文海就又端起了猎枪 你们写是不写啊 不写 就甭想活着出去 李继跟胡根生呢 也是铁了心了 就是不写 这时候 胡文海啊 就拿着枪 压着这个胡根生和李继 就往门外走 刘海旺呢 也跟着了 胡青海 这时候递过来 一把消防斧 就递到了 刘海旺的手上 刘海旺呢 哎 下意识的 还接过来了 这把斧子 也算是要了 刘海旺的命了 出去之后 往西走 走到这个胡文海的父亲 胡广志家大门外边的时候 也不知道远处是有警车呀 还是救护车呀 反正就有那个警笛声啊 抓住抓住抓住 李继一听来了 底气了 突然就开始反抗 胡文海不拿着枪呢 李继跟他说了 有本事 来啊 朝老子开枪啊 胡文海也是气急败坏了 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是怎么着 啊 对着李继 蹦蹦就是两下 李继 当场就倒地而亡 随后 拿着枪 又瞄准了胡跟声 本来出来 就是想在外边 枪决他们的 这时候一口扳机 啊 嗯 没想 亚旦 憋火了 胡跟声一看 哎哟 天不绝我呀 啊 命不该绝呀 得了 我赶紧上去抢枪去吧 上去 就跟胡文海抢枪 胡文海这时候一看刘海望 海望 干什么呢 拿手里的斧子 你劈他呀 刘海望哪敢呢 可再一看胡文海 杀了人了都啊 我要不听他的话 他不得把我也杀了呀 一咬牙一跺脚 得就这么招吧 拿着斧子 朝着胡跟声 就劈了一斧子 这一斧子呀 是把胡跟声的后背 砍得写字呼啦呀 啊 趁着这个时机 胡文海 这枪啊 也收拾利索了 朝着胡跟声 又开了一枪 胡跟声呢 也得亏反应快 他知道 这时候要是继续反抗 那是绝无活路 于是躺那装死 这算是躲过一劫 既然已经杀了两个了 被抓住 反正是个死 那行吧 凡是得罪过我的那些人 呵呵 胡文海这时候 已经下决心 要大开杀戒了 那么 还有哪些人 将丧命于 胡文海的枪口之下呢 本期节目 咱们继续讲述 胡文海案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胡文海呢 拿枪 打死了李济 随后 要打胡跟声的时候 因为这枪啊 压火了 这子弹没打出来 所以让旁边 拿着消防府的刘海望 朝着胡跟声的后背 砍了一斧子 趁这功夫啊 胡文海把枪拾的好了 朝着胡跟声的头部 又打了一枪 胡跟声这时候啊 其实并没有死 但是呢 集中生智 躺在那不动换了 在那装死 这算是逃过一劫 眼看事已至此 胡文海啊 也下定了决心 杀一个是杀 杀两个也是杀 凡是我看不顺眼的 得罪过我的人 都得死 于是胡文海拿着枪 就准备血洗大浴口了 刘海望都吓傻了 啊 我这是来当说和人的呀 我是希望你们 这矛盾能够化解开呀 怎么 怎么就死人了呢 我还拿斧子砍了一个 这怎么回事啊 这时候刘海望啊 扔了斧子就想跑 胡文海呢 也叫住刘海望 海望啊 你跑吧 然后呢 掏出一千块钱 给了刘海望 旁边看着的 胡文海他弟弟胡青海也吓傻了 得了 我甭在这了啊 这场面太吓人了 赶紧跑回家里 就躲着去了 那这时候呢 胡文海一个人 就开始了他的血腥屠杀之路 他先是拿着枪 到了村民张静林家里边 张静林呢 是当时的村长 也是因为承包这个煤矿的事 他对张静林呢 怀恨在心 在最近一次的煤矿招投标的过程之中 村里定的呢 是承包十年 总费用是三百万 一次性 交一百五十万 其余的每年上交 胡文海啊 他不是死嘻白咧的想承包煤矿吗 就交了三万块钱报名费 这个之前咱们说过了 但是呢 他只交十万 应该是交一百五十万 只交十万 说剩下的拿房产股票做抵押 村里呢 没让他承包 所以他就恨上张静林了 先用枪托 把张静林家的窗户玻璃给砸碎了 这时候呢 张静林的妻子冯俊莲过来了 怎么回事啊 张静林呢 没在家呀 胡文海二话不说 端起枪朝着冯俊莲的头部就开了一枪 导致冯俊莲当场死亡 听到动静之后啊 张静林的女儿张文慧 赶紧就跑出来 一看 妈妈被人打死了 在那又哭又喊 不停的喊救命 胡文海又朝着张文慧的头部 开了一枪 导致张文慧当场死亡 随后胡文海就周围啊 四处找这张静林 确实找不着 那算了 先不找他了 傻红眼的胡文海 又拿枪闯入了村民高岩书家里边 对高岩书这个名字 我们应该不陌生了 就是当时胡文海在交地的时候啊 拿着铁锹 打胡文海脑袋的高氏兄弟的那老大 高岩书 为什么要杀高岩书呢 也正是源于那一次高岩书拿铁锹打他 据后来高岩书的弟弟高岩堂 在庭审的过程之中还说过 说其实针对这个事 胡文海多次去过高岩书高岩堂的家里边 并且呢 还多次殴打过高岩书 就让高岩书承认 是不是胡根生他们指使的你 是不是要弄死我 为什么要弄死我 打了几回不算完 这回啊 就非得把高岩书杀了不行 到了高岩书家里之后 还是用枪托砸碎窗户玻璃 把枪管呢 就伸进屋里 高岩书啊 就站在地上 背朝窗户 他举起枪 朝着高岩书的后身就开了一枪 高岩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帮击就摔倒在地上 在那疼的啊 呻吟的时候 胡文海又朝着高岩书的脖子捕射了一枪 导致高岩书当场死亡 杀掉高岩书之后 又拿枪到了村民纪金堂家的院里边 这时候纪金堂呢 正睡觉呢 他朝着纪金堂的头部连开两枪 导致纪金堂当场死亡 他又为什么杀害纪金堂呢 还是得说说 当时交地的时候 高氏兄弟打胡文海的事 当时打完之后第二天呢 胡文海呢 就听别人说闲话 就说纪金堂说了 怎么没批死胡文海这家伙呢 就这一句话 胡文海怀恨在心 他们差点批死我 你为什么还说他们没批死我呢 什么意思 他还去找过纪金堂 并且还跟纪金堂动手了 当时纪金堂也急了 说我没说过这话 你听谁说的呀 你把他叫过来 咱们当面对质 看我到底说没说过 胡文海后来也不管说过没说过了 反正我就认为你说过 所以当下定决心血洗大玉口的时候 那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我杀了你再说吧 纪金堂死了之后啊 听到枪声听到动静的 纪金堂的老婆胡拉蒂就也醒了 胡文海一看 你也醒了呀 那一块死去吧 又朝着胡拉蒂连开两枪 导致胡拉蒂重伤 后来他临走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我再让你们活 他要不说这话 胡拉蒂还真不知道是谁动的手 可这一说话 胡拉蒂听出来了 身上不是有血吗 胡拉蒂也怕自己啊 活不下去了 手指头粘着血 在墙上写了四个字 文海害人 胡文海 在纪金堂家 杀害了纪金堂之后 又到了村民胡芙龙的家里边 胡芙龙呢 这时候整在屋子里边天火呢 过去农村呢 这个取暖呢 做饭呢 就靠那个炉子啊 一到晚上的时候 你得把这火都弄好了 要不它就灭了 这时候 胡文海 朝着这个 胡芙龙的后身 就开了一枪 胡芙龙 当场就倒地了 一看情况 胡芙龙的妻子 颜爱兰 就打算跑 打算逃命 你逃 我让你跑 朝着颜爱兰上身 连开两枪 颜爱兰呢 当场死亡 重弹倒地的胡芙龙 这时候还在挣扎着 胡文海 又朝他的头部 捕射了一枪 导致胡芙龙 当场死亡 那么这胡芙龙和胡文海 又有什么矛盾呢 胡芙龙的孩子啊 后来在这个庭审中说 说具体什么原因 我不清楚 很可能是因为我家 占了他家的一点地 就因为这一点地 胡文海 一直是耿耿于怀 怀恨在心 所以一定要杀了胡芙龙 杀了胡芙龙 和胡芙龙的爱人之后 胡文海呢 又转战下一家 他呀 来到了村民胡三纪家的院子里 朝着胡三纪的头上 就开了一枪 胡三纪当场死亡 敢得不巧 胡三纪他儿子的连筋 在那做客呢 把这两个连筋啊 也打死了 这时候 就见胡三纪家西窑房南家 那灯突然就亮了 要不亮灯 乌七妈黑 胡文海还不知道屋里有人 转身就打算走 可这时候一亮灯 坏了还有人 我不能留火口 就用枪托又砸碎了窗户的玻璃 屋里的呢 是胡三纪的爱人张素花 朝着张素花连开三枪 张素花呢 当场死亡 那他为什么要杀害胡三纪一家呢 其实啊 他们还是不出五福的本家 当家子 算是亲戚 这么多年呢 无仇无怨 没什么大的矛盾 最后胡三纪的儿子想来想去 说如果说有矛盾的话 那只有一点 就是胡文海结婚的时候 我没上礼 这都多少年的事了啊 就因为没上礼这么一点小事 胡文海也都记住了 杀了胡三纪一家之后 他又来到了刘海生家里边 其实啊 他刚杀死这个李继 还有大伤胡根生之后 就先来到刘海生家里 可是刘海生家呢 没人 于是骑着刘海生的摩托车 这才有了后面的这些血腥屠杀 杀的差不多了 他又返回去了 在他心里最恨的 还是胡根生和刘海生啊 刘海生这回呢 回来了 正站在自家院子里呢 胡文海啊 举起枪来 冲着刘海生的后背 就打了两枪 刘海生这时候啊 疼得一机灵 可不知道是谁打的他呀 可是这时候就听见 胡文海来到院门前 在那喊着开门 刘海生是不顾一切 爬起来就跑啊 胡文海呢 拿着枪就进到院子里 可是没追上刘海生 一进屋 见到了刘海生的父亲 他父亲呢 病卧在床 他父亲就问胡文海 有什么事啊 胡文海说了 睡你的觉 跟你没关系 转身就又出去了 出来之后再找刘海生啊 四处找也找不到了 刘海生算逃过一劫 不过呀 他这日子也不好过 体内一共被打进了七十多颗子弹 做了多次手术 才算把体内的子弹 基本清除完毕 这些往日有冤 近日有仇的人都杀得差不多了 他呢 就来到了李立生的家里边 李立生是村支书啊 我后来包煤矿 为什么没成啊 不就你的事吗 贪污腐败 不也有你的事吗 还有啊 就当时高家哥俩打我的时候 这个我缝了二十三针 你凭什么 你让胡根生过来 说一针给我一千块钱呢 这摆明了 是你指使的那哥俩呀 我能饶过你去啊 胡文海到了李立生家门口的时候 就见李立生家的大门呢 是关着的 估计是锁住了 胡文海就在外边听 听见他老婆跟他说话呢 胡文海这时候也说话了 说李生啊 开开门 我是文海 找你有点事谈谈 李立生呢 也没多想 就说了啊 文海哥呀 你进来吧 于是就把这门打开了 门一开 胡文海就端起枪来 一端枪 李立生就害怕了 当时李立生就跟胡文海说 文海哥呀 不 不是我 全是胡根生指使的呀 胡文海就跟他说 那你早干啥了 啊 我啊 给过你机会 随后 话也没多说 开枪就打开枪就打死了李立生 李立生的老婆一看 这怎么回事啊 当时就吓傻了 还没等反应过来 胡文海又开枪 打死了李立生的爱人 李立生的女儿李瑞平 看到这情景之后 就想赶紧跑赶紧逃命 胡文海呢 冲着李瑞平 连开两枪 当时李瑞平只有16岁 头部中了一枪 胸部中了一枪 当场死亡 李立生家 也是他下手杀害的最后一家 就在这不长的一段时间里 一共加害11户 一共17人 导致14人死亡 两人重伤 一人轻伤 把人都杀了之后 胡文海也冷静下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啊 就是得逃跑了 得逃命了 他呢 返回自己家里 他弟弟胡青海就问他 高岩叔干了吗 胡文海说 干了 然后他把作案用的猎枪 以及作案时候穿的鞋 用羽衣包好了 藏在自家房后 摇动北墙的砖垛里边 换上胡青海 事先为他准备好的鞋 骑上自行车 带着3.7公斤炸药和五枚雷管 连夜逃窜 胡文海会往哪儿跑 公安民警又是如何抓获胡文海 刘海旺和胡青海的 本期节目啊 咱们继续讲述胡文海案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胡文海呢 拿着猎枪 一共是对11户人家 进行了血腥的屠杀 一共伤到17人 其中14人当场死亡 两个人重伤 一个人轻伤 胡文海 一看惹出这么大事来 赶紧回去收拾收拾 带着炸药 带着雷管 就逃跑了 出这么大的事 最早报警的是谁呢 是这个村里的质保主任 叫张虎 张虎这天晚上啊 睡得晚 正准备拴门的时候 过去农村的门呢 都是那大门拴啊 突然就听见 砰砰的起声乍响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说是放鞭 也不年不节的啊 这村里也没什么红白事 谁没事 大晚上放鞭呢 他突然一激灵 张虎的老婆就跟他说 哎呀 不会是有什么事吧 张虎是质保主任呢 管的就是治安呢 他干的就是 这操心的活啊 所以呢 他赶紧披了一件外衣 推门啊 就走出去了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分钟的功夫 张虎 慌慌张张的 从外边就又跑回来了 一进屋 还没等他媳妇 问他怎么回事呢 张虎就说了 哎呀 我 我刚出小巷子 拐到前排 我的干嘛 李立生家大门口 黑乎乎的躺着一个死人 吓死我了 别看张虎是质保主任 毕竟是普通村民 胆量有限 张虎啊 是吓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边在那喘着气 一边在琢磨着 哎呦 该怎么办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调集人员 叫人 于是给离村不远的 村煤矿的季某 打去了电话 让季某呢 多带人赶紧回村 季某啊 带了十多个人 就回来了 他是谁呢 是胡文海杀死的 季金堂的儿子 季金堂家呢 是在这个村口 开一个小卖部啊 小商店 他一带人进村啊 就觉得奇怪 小商店里的电灯亮着 可是窗玻璃碎了一块 这自己家呀 他就怕有事 赶紧带人就冲进去 一进去就惊呆了 父亲季金堂 已经血肉模糊 在那已经是死了 他的母亲胡拉蒂 也中了好几枪 严严一息 地上全是血 季某这时候啊 都顾不上流眼泪 一边招呼着人们 赶紧救母亲 一边呢 就向于此去110报警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 11点35分了 刑警们呢 还在忙活着呢 分管刑警的副局长 吴建苏 办公室里边烟雾缭绕的 他还有这个 他的助理 以及当时刑警大队长 田东湖等人 正研究另一起刑事案件 这时候110报案电话就传过来了 就跟这个吴局长说啊 什么什么事情 吴局长蹭蹦从座椅上 直接站起来了 哎呦 吴建山大队口发生了枪案 目前知道的是一死一伤 接报的进中市公安局副局长 兼于此区公安局局长郭奇明 当时啊 也有点着急 于是挨个的通知 所有的机关领导 赶紧过来 立刻成立1026 侦破指挥部 为了迅速的掌握现场情况 吴局长带领着刑警大队的民警 以及刑警人员 赶到案发抵达于口 同时 在路上就打电话啊 命令就近的吴建山派出所 轻力出击 抓住时机 了解一线情况 迅速的向指挥部反馈信息 一溜烟的警车呀 风驰电车的 就赶往了吴建山 进村之后 第一个案发现场 就是路口的小商店 纪金堂家里边 纪金堂已经遇害了 这胡拉蒂呢 也被儿子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刑事技术人员 不用费功夫 一看现场就断定 作案人 采用的是枪杀的方式 并且这枪 是杀伤力非常大的 双管猎枪 纪金堂的脑袋 都被敲开了大窟窿 现场是惨不忍睹 并且 墙上那几个模糊的血字 引起了勘察人员的注意 就我们上期节目说的 胡拉蒂 占着血 在墙上写的 文海骇人 大鱼口村的村民 胡文海 立刻就被列为 重大犯罪嫌疑人 随后 民警和技术人员 很快到了第二现场 就是张虎家前排的 李立生家里边 李立生的妻子 倒在门口 李立生呢 被杀害在屋外 女儿李瑞平 在屋子里的电视机前面 张虎听到的 砰砰两声 就是胡文海 杀害李立生 一家时候 开枪 发出的响动 于此区公安局 指挥中心里 郭启明局长啊 神色严峻 他呢 凭借经验推断 这事情 还会更严重 应该不止 这两个案发现场 他命令值班的警员 向上级公安机关 向区委区政府 以及市委市政府 紧急通报 乌金山大案 这时候网上通报的 还是死亡人数四人 重伤一人 这时候 乌金山镇又传来新的消息 说山底煤矿那儿啊 发现了一个伤者 是个男性 因为天黑 其他的情况不知道 这时候郭局有点兴奋 带伤了 那是不是歹徒啊 在作案过程之中受了伤 即使说 这个受伤的不是歹徒 那最起码是个活口啊 他能够确切的说出 伤害他的是谁啊 于是又赶紧加派警力 前往乌金山山底的煤矿那儿 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乌金山镇派出所所长 立刻带领着十几名民警 就赶到了煤矿 到那以后啊 远远的就看见一个浑身带伤的男人 手里边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大火钩子 在那咄咄逼人 民警第一反应 这可能是凶手 于是当时对他喊话 你被包围了 放下武器 随后 几名民警 猛虎般的就扑了上去 当时就把那个人 摁倒在那了 那个人呢 就在那嚷嚷着 放开我 放开我 我 我是根生啊 我胡根生 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温其名 认识胡根生 一听赶紧上去 这一辨认 哎呦 果然 是前村之书 胡根生 胡根生的中了两枪 又挨了两斧子 他呢 解明恶药的 把情况 就跟这个温队说了 温队赶紧 又向上汇报 说是大玉口村 胡文海 胡青海两兄弟 以及刘海望 这三个人 会在大玉口 进行一场大屠杀 山西省公安厅指挥中心 值班的领导 也坐在那了 密切的关注着 乌金山大案的 最新情况 当接到死伤人数 增加的紧急报告的时候 立刻把有关案情 报告给了 时任公安厅厅长 聂海周 聂海周这时候啊 还正在参加 山西省第八届党代会 他是代表参会的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一方面派人 把这个消息 迅速报告 山西省委省政府 以及上报国家公安部 另一边 还开什么会啊 赶紧上车 直奔 吴金山 这时候是27号凌晨 两点半 此时啊 距离案发已经四个多小时了 聂厅长也在琢磨着 罪犯 有充足的时间能够逃跑 于是 光靠在大狱口村附近 来搜捕胡文海他们 已经是不可能了 要布下天罗地网 把罪犯限定到有限的地域范围之内 聂厅长呢 同时啊 还兼任着武警山西总队第一政委 他第一时间就拨通了武警山西总队值班式的电话 参谋长亲自上阵 调集进中 太原 杨权等支队的官兵 650名 沿线设卡 严密封锁 交通要道 还有一部分呢 集中编队到乌金山地区 和当地的刑警 交警 治安警察 组成混合编队搜捕小组 在环乌金山地区 布下了37处卡点 这边呢 在不停的布置着 那边在现场的警方啊 已经开始行动了 一路警察包围搜查了 胡文海在华聚小区的住房 另一路警察包围了胡青海的家里边 这时候胡青海还没来得及跑呢 吴局长呢 向指挥部报告 准备采用喊话的办法 如果胡青海不出来 就用催泪弹攻击 然后冲进去 生擒胡青海 胡青海家里边啊 养着一条大狼狗 汪汪的在那 叫个不停 四周围 部署了由刑警 武警组成的抓捕小组 为什么不敢直接冲进去抓捕 因为怀疑胡青海 手上有炸药 一旦他最后 玩了命了 决定同归于尽了 那么会非常的危险 吴局长这时候呢 也很冷静 他呀 让人说服了 在隔壁住着的 胡文海 胡青海的父亲 这时候 胡文海的父亲敲门 叫胡青海 青海啊 过了很久 胡青海 终于从屋里走出来 他呢 拎着一把铁锹 纠结了半天 终于是把门栓 给拉开了 在胡青海开门的一刹那 武警干警 翻墙就进去了 啊 门外冲进来的干警 一块 前后夹击 把胡青海就扑倒在地 第一个犯罪嫌疑人 终于抓获了 这时候 是凌晨三点五十分 综合各种情况分析 刘海旺的危险性不大 最危险的 还是胡文海 那么胡文海 在哪呢 上期节目咱们不说了吗 胡文海登着自行车就逃跑了 凌晨四点左右 他到了太原市城南的许熙一带 把自行车啊 就扔到路边 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送他到太原市城北的杨曲县 这司机啊 多了一个心眼 因为晚上开车 比白天呢 你就得多警惕一点 省得有危险 加上各个交通要道 已经有大批警察 鹤枪实弹在盘查了 他就怀疑 今天晚上很可能是出了大事了 再一看上来这乘客 在那疲惫不堪 有点失魂落魄的 他就怀疑 这个人是不是犯了事了 今天这么多警察四处设卡 是不是就找他呀 他呢 当时就拒绝了 说我不到杨曲啊 太远了 我只能把你拉到尖草坪 大伙想啊 胡文海从晚上到现在 还没闲着呢呀 杀了那么多人 又蹬着自行车 跑这么远 累的实在是不行了 他就坐在座上 打了下来眼皮 想稍微休息一会儿 他呢 感觉已经离开现场几十里地了 就有些麻木了 所以啊 既然到不了杨曲 那就到不了吧 说能拉到哪儿 那就拉到哪儿吧 这个亡命之徒 其实也做了鱼死网破的准备了 咱们上期节目不说了吗 他走的时候 带了3.7公斤的炸药 还有雷管 只要俩线头正负级这么一队 就能把炸药给引爆了 车开到太原建设北路一带的时候 正好有太原杏花岭公安分局 职工新村刑警中队在那盘查的 大晚上的人乱车砸 胡文海啊 就问了司机一声 前面这怎么回事啊 司机呢也聪明 说前面啊 出交通事故了 堵车了 所以人们都在那聚集着呢 这支刑警中队 可是太原市公安局行侦系统的一支尖兵队伍啊 胡文海撞到他们枪口上 也是活该倒霉 出租车这时候啊 就停了下来 一停 刑警中队的队长一把拉开车门 你好 请出示身份证 胡文海当时脑袋轰的一下子 慌乱之中 两手乱抓 打算找着线头 把这雷管接上 咱们哪 谁都甭活了 可说时迟那时快 刑警中队队长牛队 一看情况 当时就扑了上去 两只手死死的 攥住了胡文海的手腕 那么这一回 能顺利的把胡文海抓获吗 咱们今天呢 继续讲述胡文海案 上期节目啊 咱们聊到了 民警呢 发现了正在出租车上的胡文海 去拽这个胡文海的时候 胡文海呢 就把手啊 连在了一块 明显有些小动作 因为他身上还有炸药 有雷管呢呀 民警当时反应很快 以最快的速度 做出了反应 用右手牢牢抓住了 胡文海的左手 在这个撕扯过程之中 连接炸药的那眼线呢 就露出来了 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民警呢 又扯住了胡文海的右手 两只大手 那就跟钳子似的 死死的 掐住了胡文海的两个手腕 其他的民警 呼拉超 全扑过来了 把胡文海就制服了 这时候从胡文海的包里边 搜出来了 18磅炸药 一磅啊 就是已经填好的 咱们大伙看的那个影视剧里边 经常你看 身上一挂 挂一溜 每一个都跟那鞭炮似的 那一个就是一磅 还有五枚电雷管 和有两截电池制造的爆炸装置 可以说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不过前前后后 不到十分钟 就结束了 尽管没有爆炸 但是太危险了 一旦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胡文海落网的消息 立刻就传到了 鱼刺公安局指挥中心 那又把大家都高兴坏了 此时还有一个人在逃呢 谁啊 刘海旺 在鱼刺北河流桥 设卡堵截杀人凶手的 镇派出所所长 王仲平带领民警 已经在这 守了二十个小时了 二十七号晚上十点左右 从鱼刺方向呢 就过来了一辆蓝色的五陵出租车 此时此刻 所有的过往车辆 你都必须要接受检查 这辆车自然也不例外 车上呢 坐着一个四十左右的男的 王所长啊 上去就问他 问他什么 这个人都支支吾吾的 显得很慌张 说话语无伦次 因为咱们之前节目也说了 刘海旺啊 本身是个胆子很小的人 他现在都吓傻了 再仔细一对比 没错 这就是 刘海旺 没费吹灰之力 把刘海旺 就也抓到了 那么 制造这起惨案的 三名犯罪嫌疑人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全部落网 后来啊 民警问胡文海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胡文海说 知道 杀了点人 哼 杀了一点 你杀了十四个 十四个 打伤的不止吧 打死的不知道几个 还有一些不在 要是在的话 还干他 那你知道后果吗 知道 我得给人家抵命 晋忠市公诉机关 以及法庭 将胡文海杀人的原因 定性为报复杀人 而胡文海 始终认为自己做的 是除掉贪官的一举 他甚至 给自己一个称呼叫 贪官杀手 其实啊 胡文海案的背后 折射出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我们呢 没有办法说 各个角度一一解读啊 我们今天呢 就从胡文海的犯罪心理上 来分析 胡文海案发生的根源 到底是什么 今天和我一起解读 胡文海案的 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刘晓梅老师 欢迎刘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刘老师 我们今天从哪个角度 来分析胡文海案呢 今天 我想从犯罪被害人学 和犯罪心理学的视角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胡文海案的看法 那您认为啊 胡文海是怎么一步一步的 就走上绝路了呢 胡文海承包煤炭失败 上访村支书贪污未果 99年6月16号呢 他因交地产生争斗 他的头部呢 被高家兄弟用铁锹吧 砍伤住院 他就产生了一种 私利报复的 这样的犯罪动机 一步步的呢 从被害者 然后恶逆变成犯罪人 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表明呢 被害人 被害后的心理 表现是十分复杂的 有的呢 会表现出愤怒 恐惧 羞辱 绝望等心理反应 应当说是十分常见的 就每个人对受到欺负的时候 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对吧 看法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迎面过来一个人 帮你打我一拳 我要是脾气抱的 不行 我非得打回去 不行 你凭什么打我 要是一个性格比较懦弱的 大哥 你刚打到左脸 要不右脸再来一下 是吧 是 不同的人 他对这个事物的刺激 他的反应是不同的 被害人被害后的 非正常的心理呢 不仅对他的自身是有害的 而且呢 有的呢 会催化 犯罪恶性程度的上升 社会危害性呢 也是不容忽视的 犯罪被害人的心结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 他就有可能发生恶逆变 就像咱们这个胡文海案 很有可能呢 他就会产生新的 这个社会冲突 像他 这个胡文海 他那个脑袋 被这个高家的兄弟 这个砍伤了以后 他没有选择 去报案 报警 去选择这个社会公立救济 很明显的 他对这个社会公立救济 是存有戒心的 他就是拒绝 通过法律的途径 来维权 他不报案 说明他对社会 治安力量的效能 是存在偏见的 心理呢 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失衡 为他呢 这个发生这种惊天大案呢 可以说奠定了 十分恶意的这心理基础 我们说回来啊 他不信任相应的机关部门 是因为这些机关部门是切切实实的不作为 还是说只是胡文海自己的一个揣测 我主观认为上 在这件事情上 你一定不会给我一个我满意的处理结果 其实不光这件事情 包括在承包煤矿的这件问题上 是不是他也有更多的他的主观判断 但是他的主观判断和客观存在的事实之间 是存在差距的呢 可能你了解哈 我也做一些心理咨询的一些工作 我们心理学呢 有一个ABC法则 或者说认知行为疗法 就是任何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的看法 他肯定是不同的 有正向看就有负向看 也有中性的观点 所以呢就是任何人对事情的看法 还应该全面的多维的视角 所以还是得调整自己的这个情绪和心理状态 煤矿竞标不成 或者是这个当时啊 基层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规范的现象 我想无风不起浪吧 胡文海他之所以他这么大的仇恨 肯定是跟他当时那村里的这个生态 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你对任何事情的看法也是 我想退步海阔天空 就像他这么一个能人 是吧 这全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能人 不包煤矿了 我比如说我干点其他的 再去干别的营生去 是吧 我们去找别的路 对对 条条大路通罗马 不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是吧 承包煤矿也挣了不少钱 我想如果再改干运输 干水果 我想至少给他有了第一桶金了 他这个其实有一个背景 是因为他又落魄了 他后来呢 挣了钱之后 他去玩股票了 然后股票这个东西嘛 大伙都懂的哈 就很快就没了 然后最后想来想去 实在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 就又想干这个煤矿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们的事业顺风顺水 发展的很好 突然有一天一个决策失误 或者发生了一点什么意外 我们从头再起了 我们从头再来了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呢 我觉得这一点就应该学学那个储石剑 储石剑原来就是说 做那个红塔 红塔烟 那老总国企的一个老总 当时贪污啊 至少是职务犯罪吧 然后入狱了 入狱之后身体的原因 肩外执行 人家开发出储城来 人家都七十多岁都能东三带起 这胡文海大哥 怎么就非得认准了这煤矿 就结仇 我得报仇 是吧 我觉得还是一个 一个心态的调整 和自己人生目标的设定 还是得因时 因事 能够顺其自然 那是这样发展 而不是就像刚才你说的 钻个牛角尖啊 自己心里也形成心结了 然后各种的不良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 给自己也形成了很多的压力 然后呢 还不利于这个整个事情的解决 对 尤其他是属于那种 他的生活也好 性格也好 他是没有弹性的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就这么刚 对吧 我刚过去就刚过去了 刚不过去 那就都甭过了 哎 你像胡文海特别有意思啊 呃 我们分析他所有的矛盾的起点 是因为承包煤矿的问题 最后挣钱的东西 你不让我挣了 我就记仇了 但是他最后给自己的定位 他说我是贪官杀手 他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那您认为啊 他是打心眼里 就认为自己有这种正义性 还是最后我也得顾全个脸面呢 把我自己说的高大点吧 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说 这就是人的归因问题 咱们看一些后面对他这个案件的报道 他很坦然 包括临行前都很坦然 比如说咱们考试 学生考试 考不好 就有两种归因嘛 一种归因 这卷子太难了 一种归因 我这个没好好学平时 对我下次得努力 你比如后者 归因到我没好好学 我努力这个 可能就卧心尝胆了 是吧 我少看小说 或者我少玩电子游戏 我好好学习 也下回就考好了 你要是归因到这老师 这个出题太难了 那等着下回老师出题容易吧 对或者我就恨上老师 对对对对 我考试作弊了 对 我要是归因 哎呀我这没学好 我这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那你下回就改正了 但是我要原因 我是为了考个好成绩 让我妈高兴 我妈最近感冒发烧了 我这能当退烧钥匙 你反而把它变成一个正义性的东西了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 包括人 成年人也好 特别小孩也好 我们还是让他得有一个 对事情正确的认知 包括就是对自己遇到问题 你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我发现人们是有一个这样的特点 往往我这个思维上有问题 我心理上有问题 越有问题 我越意识不到我有问题 我就感觉我没问题 你们才都有问题呢 这就是我执 对 这就是一种执念是吧 对就像你说一开始说钻牛耳尖 他就认准这一条道了 就是他私利救济 私利报复 了结了自己的人生 才能了结他跟周围人的恩恩怨怨 人要学会跟自己示弱 是吧 我要知道我自己有哪些不足 有时候人怂点挺好 我们来说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像胡文海 在上访的过程之中 真遇到了一次又一次上访 一次又一次没有结果 那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上访他都得有个记录 你今天来毛条中心了 他都得签填登记表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事是因为教育口的 这个事呢 是比如说国土的 那个事比如说是工商的 他那个毛条中心毛条中心 他不是光信访办的人 各个口的都有值班的人 当时他就会把你这个事 你这登记的事设计哪个部门 然后找哪个部门 这个值班的人跟你沟通 就是说现在来说 我们从整个的运转上机制上 和当时胡文海所处的时期 是不一样的 我们基本上不会再遇到这种 我积极上访最后完全没有结果的 这样的事情了 希望这样的事又没有 对就还是那句话 不管任何事情 最后你一定是要在一个 合理合法的框架前提之下 你再去进行 你去终结罪恶的方式 一定不是用更罪恶的方式 去终结它 中心的旅行 我认为这部门 如果那 Mat